大虾儿 小妹们已经告诉我 蜜蜂在哪了 它在我的背后 背后 我看看 哎 它真是 那咱们给你把蜜蜂蜂一起 耶 太好了 小飞马上就回来了 是啊 接下来咱们该过第三关了 说出小飞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黏土颜色 哎 我知道 我知道 小飞最喜欢的颜色是 这一看到下 我是一种考虑 一旦说错小飞就回不来了 哦 我说的也是 咱们也要仔细想想啊 好 哎 平时过关卡都有提示 我问这次有没有 恶无言 能不能给点提示呀 对呀 没问题 小飞 你们来唱小歌 好 草原最美的花 莫莫莫的三儿了 只剩在草原上片历史花香 那你好想 小飞唱这啥意思啊 我从红色 小飞最喜欢红色 哦 原来在这儿啊 我也以为小飞最喜欢黑色呢 黑色 小飞平时最讨厌别人说他黑了 所以他最讨厌的颜色颜色是黑色 哦 对 就是黑色 哇 小飞终于黑色来了 是啊 太好了 我怎么回去了 啊 可是小飞呢 我的屁股 小飞 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 泡妞 大仙 你们两个真是太厉害了 小飞 这些都是泡妞的功能啊 大仙 你也很重要 找了好多拼捧的 要不然第二关怎么就过不去 也是啊 小飞 你怎么知道呀 又有我在杨朗杨心里画 能看到你呗 哦 哎 小飞 看杨朗杨心里有长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有机会啊 你们两个去看也知道了 我们来不去呢 哎 梦梦梦坏不坏呀 他呀 也不太坏吧 咱们没伤害我 那他也不乱呀 是哦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人家很乎啊 哦 他在考验我们呢 对 对 出发结婚扶会 哦 advert 保再杨 对